大家好,之前开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给虎皮兰用肥呢,可以给它在盆头里面埋上二三十粒左右的这个芝麻饼肥 芝麻饼肥是有机肥,不仅营养充足 全面而且非常的温和,不容易出现伤根的情况 还能够有效的提高盆温 因为虎皮兰是比较泛冷的植物,提高盆温呢,有利于它的生长 那么在现在进入五月温度啊,逐渐的回升 这个时候呢,虎皮兰生长速度特别的快,蓄肥量也比较大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用肥的话呢,就可以用这个芝麻饼肥啊 给它制作一串这个有机肥水 大家看我这盆虎皮兰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施肥方法 现在呢,这边已经冒了一个大筍牙 然后呢,另外这边呢,也继续在冒这个大筍牙 那么这个肥水怎么制作呢 这个肥水制作方法其实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只需要准备好这个芝麻饼肥 再加上这个1M复合原液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准备好一个这个容器 在里面加上大概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我们再在里面呢,放上这个芝麻饼肥 芝麻饼肥呢,我们放十几粒左右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子,直接撒进去 然后呢,再放上10毫升左右的这个1M复合原液 加上1M复合原液是因为呢,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有力活菌 它可以加快这些有机质的分解 这些有机质啊,它里面的营养元素很快的被分解出来 那么我们后期浇灌给这个虎皮男的话呢,就可以起来一个很好的吸收效果 我们将它放10毫升进去 然后搅拌均匀 再放下盖子,把它密封起来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静置大概2到3天左右的时间 就会像我这一盆一样 这个就是我之前已经制作好的 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取上层青液 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50的比例 对水稀释 搅拌均匀溶解之后呢 每7到10天左右给这个虎皮男灌一次根就可以了 这样营养充足的情况下呢 我们再保证适当的光照 然后保证好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 那么这个虎皮男自然就养得旺 大神也就成成茂了 那么大家估计也发现像我这样子做一碗的话呢 可以用很久的时间 所以总结起来来说呢,还是非常划算的 我们呢,像这样子一盒芝麻饼肥啊 可以用至少一年的时间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